大家好 我是吴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由我來開始 今天說什麼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廣播每個中有最新的資訊更新 是不是通關在網呢 雖然有些專家說到很沒有希望感 說半年後才慢慢商量 香港專家不代表我們內地尊貴的大大 內地公佈新十條防疫新政策 有什麼要說呢 沒有徵狀可以居家隔離 之前沒有徵狀要分隔離 這個我真的不清楚 原來內地是這樣的 一般場所就不用掃碼 但是香港一般場所都要掃碼 香港什麼都要掃碼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不用掃 什麼要掃 什麼要掃什麼不用掃 免得說錯 但是內地現在一般說不用 是不是這樣之後 人們就很 和平呢 看到南京安徽 兩間大學 再爆發示威 似乎有些年輕人很衝動 知識分子覺得自己讀過書 上到網看到世界 然後就不滿校園的封鎖 中國首富來的 這個是前首富 王光宇 遭過百人為 那麼糟糕就追討欠身 那麼有錢 你不可以手指可以 搞掃他們的嗎 不是說搞掃的意思 只是給錢給別人 不是搞掃他們 國內研發蓮花清溫口罩 嘩 內地專家稱新冠應該改名 做新冠病毒傳染病 這樣改了好一點嗎 我不知道 他說 口罩要做個蓮花清溫口罩 可能有藥線 也不頂 這樣也可以 梁萬年 說這樣說 已經接近 恢復疫情前的生活狀態 不是吧 那麼有趣 可能他看到那一點 不和我看到那一點 他說中國現在搞掃了 接近恢復生活狀態 疫情前 因為我沒有在內地住過 所以很難去比較 不如把波交給OK仔 好 麻煩你了 大家好 我是OK仔 首先 我知道大家對於內地的風控 防控放寬的十條新措施 很多話說 但是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跟進 先說了現在內前國內首富 國美始創人 黃光瑜 竟然被過百人圍著追人工 不是吧 更加有員工和保安發生肢體衝突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內地傳媒報導 有網上的影片也看到 國美始創人黃光瑜 在日前被國美的員工追討薪金 幾百名員工圍著 彭潤大樓 36層的辦公室 期間更加看到 黃光瑜現身 和談判現場一起 聊天 保安和多名員工是發生肢體衝突的 當然 也有報導指出 黃光瑜在這個談判當中 出現 侮辱 追人工的人員 就說 員工不要念 有多不要念呢 因為始終 人家如果真的沒有薪金 拿回薪金 這件事 事實是 不存在 不存在 不要念的問題 看到裡面的影片 有員工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要求公司立即發放 九月到十一月的工資 半年的獎金 和之前 無端端被人扣的 薪金 那就更加 有員工提及到 要交回五月之後的 公職金 真的 情況也不太能搞定 情況是怎樣 看來也要陸續跟進 因為前首富 都搞成這樣 會不會收檔呢 不清楚了 我們看看 接下來的新聞 又有繼續 懷疑不滿校園 封控 也繼續發生示威的事件 在哪裡之前講完武漢大學 原來南京工業大學 和安徽醫科大學都有爆發的 示威事件 浪潮持續有 我們看看情況是怎樣 根據網上流傳的影片 看到 位於江蘇省南京大學市 南京大學一批學生 周日前 晚上發動 示威 要求離開校園 學生和校方 代表發生新執 甚至乎 要求學校領導人下台 玩慣了 有學生透露 抗議的原因是因為校裏面出現了一宗新官平例 校方宣佈 封鎖校園五天 這些 有人被人覺得 自己加碼 對其他學校 和其他學生 欠缺溝通 搞到大家都很不滿 擔心 他們會被人禁止 回家 過冬 所以學生 集會表示不滿 要求自願回家 他們 要求 快點回去 看到很多人大叫 叫什麼 說權力 是學生給的 不是你們自己給自己 要為學生服務 更加有人說 如果你們這樣動我 我就變成第二個富士匡 這麼恐怖 搞到有警車到場 另外 在安徽醫科大學的南區 亦傳出因為疫情政策調整 學校領導人沒有在商量之下 強行要求提早結束課程 並舉行考試 這樣斬法一刀切 導致學生沒有辦法完成教學任務 而要求學校領導人去聊天 但是沒有結果 隨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 很多學校自己想辦法 但是那些辦法好像都沒有一個標準 怎樣去畫一個標準呢 都要看看內地現在的政策是怎樣 因為20條優化措施之後 有一些新的措施走出來 就是這10條優化措施了 10項防疫新政是怎樣呢 被路透社說中了 第一 要科學精準劃分風險區域 按一棟樓宇 單位層數 住戶 劃定高風險區域 不能夠隨意擴大到小區 街道 這些這樣的 就是這間房子 一聲就變成街風 不行 不行 可以 採取任何形式 做一個臨時風控 第二 一般場所的 數碼問題 現在是不需要的 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進一步 縮小核酸檢測範圍 減少頻次 根據 防疫工作需要 可以展開抗原檢測 對於一些高風險崗位人員 同時在高風險區域的人員工作 一定要按照相關規定進行核酸檢測 其他人 是 盡願盡檢 除了養老院、福利院、醫療機構 托兒機構 中小學等這些特殊場所外 不可以要求他們再 提供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更加不需要查 健康碼 說到這個位置 現在正常去不同的地方 不是那些醫院等等的地方 都不需要再掃你 健康碼 或者不需要 再去掃你的核酸證明 另外 這一宗 就好似香港 有人就覺得 真是好似 似足了 所以有些人不明白 為什麼 香港 在疫情高峰期 又轉了去做居家隔離 那時候很多人就說香港 香港大了 你這樣死不了 但是 用現在的情況 再去看回內地 有人說 一早就走錯了 就是無症狀感染 或者輕症者 可以居家隔離 根據在通知第3項 感染者是要 科學分類修治 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 無症狀感染者 和輕盈病例 一般採取居家隔離 亦都可以 自願 採取 集中隔離修治 另外第4點就是 落實 高風險區 快風快解 連續5天沒有新增感染者的高風險區域 要即時解封 但是這個問題 就有一個問題 可能有人會覺得會不會長期臨庄 解決都不完 等等 這件事就要看看他們的實行 另外 就說到第5點 藥店要正常營運 不可以 隨時停 不能夠限制群眾線上線下買 退消藥 止咳藥 抗病毒藥 感冒藥 這些 更加第6點 就說要各地 堅持 應接 應接 儘接的原則 聚焦提高 79歲 人群接種率 加快 提升80歲以上 人群的接種率 嘩 打針吧 告訴你 第7點 同時要加強重點 人群健康情況 摩底 和分類管理 這樣 第8點都是很重要 現在講起錢的問題 就是關於非高風險的區域不能夠 隨意 停工停產停業 在第8點 通告指出 非高風險區域的人 即地區 不可以限制人員流動 不能夠 隨意停工停產停業 將醫務人員公安交通物流 超級市場等等 這些相關的東西 會轉入他們的一個叫做白名單 這一班 就是on list 是可以 保持運行的 告訴你 不可以停的 很多事情都 有人說 疫情是這樣的 不要再說這樣的 國家都已經說好像感冒 不要用流感的說法 第9點 就是 嚴禁各種方式 封住 消防通道、單元門、小區門 確保 群眾有病看醫生 緊急避險 和外出渠道的暢通 這件事就是回應 烏魯木齊事件那些 你說 沒有關係 現在再下一次order 確保大家聽得清清楚了 最後 一件事 就是沒有疫情的學校 要開始 正常 面售課的教學活動 這件事 不要再線上了 那些年輕人 不適當 不懂得對人 這10點 已經叫做再更新 大家都非常了解到 更加有人覺得 是不是 風向不同呢 當然不是純粹單一看風向 有記者都趁著這個時候 問我們國內 國家委建委 放就釋放了 什麼時候會開放入境防控措施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國家委建委就著這個問題 都回應 米豐 將會依法依規 逐步推進 加快推進 進一步 優化完善 有人說 這樣就回答完了 對呀 回答完了 等了 等時間 不是怎樣 這些消息一出 厲害了 由於 已經可以放寬 跨區跨省的活動 全國 即刻那些機票 搜索量暴增 大家準備 就到處玩了 有人擔心 不是吧 惹到到處 都是那句 聽來地專家的口問 聽來地專家 說得了 但是 大家始終都要去玩一下 由於這10條措施 一放寬 根據 終身財經網的指出 這個消息一發佈 在平台上的機票搜索 即刻激增 160% 也是春節前夕 機票搜索量 說得 激增到三年以上的高位 刺激到 大家有人覺得 好厲害了 因為現在 你就算在國內的鐵路 買票 乘車 都不會再檢查你的健康碼 不會再檢查你的核酸證明 所以大家 方便一點出 其實大家不是不出 現在是擔心 有出沒入 你不知道怎樣可以容易回到那個地方 自己的家 甚至乎 鄉下等 這個大家是了解得到 就著這些重點 也都說了出來 而梁曼年就著 這10條防控的優化政策 去跟記者一起回應一下 記者相關的問題 有記者問到 內地民眾什麼時候可以恢復疫情的生活 梁曼年就說 已經是很接近的時機 梁曼年在香港 在三、四、四月 左右 來過香港 他都說到一件事 非常 我常知道 據前瞻性 如果你在當時來說 有人就覺得 他竟然說出一個道理 香港 不能夠 沒有這樣的條件 做這個 傳遇核酸檢測 你們持續 優化的重點就是 老人家 重症 死亡率 你按得下 那件事 簡單得多 你就可以控制得到 這件事 我們也討論過 熱烈討論過 是不是真的 行為 你看到事實 回到香港 又是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 現在 有人就覺得 梁曼年那種風格 好像有點辦法 當然 梁曼年現在說到這個 解釋 是不是真的接近一個 非常接近的時機呢 因為梁曼年說到 這些 條件 病毒 病歷 下降 致病性的下降 Omicron 二變豬見到這種情況 人群免疫水平 做到真真正正的屏障 加上有有效的若文 就可以 慢慢放寬 所以他說 現在 國家 具備了這些條件 隨時可以放寬 當然 看到今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香過年 很多民眾 都發爛了手掌 覺得 唉 正呀 沒得撐 但是在均明 竟然現在突然出現了 亦思考亦說話 均明一地 要求民眾過年 非必要回鄉 被網民撈爆 你有沒有搞錯 因為日前 在湖南桑籍院院長 說一句說話 有錢沒錢 返鄉過年 就著這 八個字 全國的網民都被他感讀 終於我們看到儲光 但是反過來 在均明 傅明月 發佈了一封 信 這封信 就說 希望 要求民眾 過年的時候 沒有必要你不要離開鄉下 未與 籌謀溝通好 減少旅途中感染的風險 被網民撈爆 為什麼 防疫政策 不一樣 當然 我覺得 要等一些時間 把那些訊息 by pass 落回去 縣 市 然後穿 這個時候 等一等 就算名字上 我猜 現在說到要改名字 不再叫新冠肺炎 因為有 國務院聯防聯控的專家 現在說到 新冠病毒傳染病 這個名字 才是最貼切 不叫肺炎 為什麼呢 我們看哪位專家說出來 根據北京日報的報導 中華中醫學 會 感染分會 在日前 晚上 召開了專家 他們一個共識會 北京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 國務院新冠肺炎聯防聯控機制科的 研究關組專家 谷晓鴻表示 他和 十幾名副主任委員 在這次會議中 達成共識 新冠肺炎 應該改名 改名叫做 新冠病毒傳染病 為什麼叫傳染病 其實他在這裏 有個解釋 這位谷晓鴻 進一步 指出 其實在實際上 新冠病毒在19年年底出現 用肺炎 這個字 就已經不是很準確 因為就算有些人中了 都沒有肺炎 可能 還會出現了肝的功能 腎的受損 經過這三年 從專家的角度去看 病毒 已經變成另一種病 不關我 最主要 都是上呼吸度感染 上呼吸度感染 所以為什麼 有廣州專家 就說 你不如用 醫感冒那種方法去搞 但是 因為他有傳染性極強 谷晓鴻就覺得 應該將他轉為 傳染病 因為他很強勁 有人就覺得 為什麼不是用感染病 他要突出傳染的重要性 所以 是不是應該要改名呢 轉了下來之後 感覺上 就很溫柔了 對呀 改了之後 整件事都不一樣了 另外 現在看到內地的風向 小城指標 究竟哪些專家說的 很像 我們經常說內地新聞 有時候都會覺得 中南山不見了一段時間 好像沒什麼出聲 最近又多了一兩個專家 出來說話的時候 大家都會關心 哪些專家 好像 最近 他講中了 例如 內地之前 非常強調 要動態清零的專家 不專有 都沒有出聲 反而 另一位 上海專家 張文雲 獲得內地媒體的關注 因為 他曾經發表一個文章 說你不要期望 病毒 在這個世界上 會消失 所以 現在講到 防疫專家那些 文章 說話 代表政策 變化 和一個風向的指標 不用看 這些風向指標 國家 自然有一個 政策出來 當然 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聽 他們這樣說呢 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方向 最大的風向 都是看看國家 中央的意思 是怎樣 除了講完這些 之外 馬雲 也跟大家跟進一下 馬雲又被人爆了 日本 很疏乾 更加現在說 卸任 浙江總商會會 會長 不 當然 有夠錢就算了 馬雲在2020年10月上海 外灘 金融峰會上 公開批評過中國監管機構 一個月之後 上海證監交易所 突然之間 叫停 螞蟻金服上市計劃 馬雲就好像消失了風雨中 消失力積 現在 馬雲就 不做了 不做這個會長 找誰頂上 由政態集團董事長 藍全輝 當人 新一屆的 浙江商會會長 慢慢都縮了 馬雲退居 消失力積也好 低調也好 不過很難低調 又頭又臉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台灣的消息 在台灣 想不到 我都覺得奇怪 那麼多人 那麼留意世界盃嗎 台灣 他們都不流行足球 打棒球 籃球就說關注 世界盃 竟然突然之間那麼關注 那些人又 鬧那些 賣了多少錢 波飛等等 原來那麼喜歡 原來 台灣 警察 特閘夜總會 有幾百名火辣小姐一起看世界盃 難怪大家那麼喜歡看世界盃 在台北市警察局 中山分區 在日前凌晨 大規模 打踢 那些夜總會 其中 警方在能時突擊檢查當中 剛剛遇到他們大搞 這個夜總會的世界盃主題夜 裡面聚集了過百名 嘩 吹得火辣辣的 夜總會少爺 還有 誇張 台灣 中國時報報導 台北市警察 中山分局 6號 凌晨針對核區 裡面的黑幫經營行業大規模 臨時 突擊檢查 其中看到 就是這間夜總會 哇 百多名 女公關一起 就上班 大家很開心 跟客人一起看 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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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那麼熱烈 對足球慶賀 另外跟大家說 一件騎乱事 什麼騎乱事呢 現在說到 有一個 男教師 竟然 說一晚換一部iPhone 什麼怎樣 就因為有個男教師 就傳訊息 人有一個14歲女學生 一晚過夜 啊 就怎樣 培訓換iPhone 不是吧 這件事我們看看 究竟被人 怎樣了 根據四川觀察的報導 這個姓徐的男教師 多次在互聯網社交平台 向一個女學生發出一些 發出一些 引誘 和 悔慾的訊息 根據兩張截圖 看得到 女學生說了一句 傻逼 於是 老師就回應 14歲後就不是 小朋友 傻逼 而這個 女學生更加 就很不滿回應 我說是 就這樣 你看到好像兩個小孩子 然後 想不到這個 打蛇 徐棍想 問你個問題 一晚換一台 蘋果手機 你願不願意呀 接著 那女學生天真naive 問她 你說什麼 老師就用了一種很暗示 有一種性的暗示在上面 就這件事 被人踢了出來 根據當局說 撤銷教師資格和解僱 更加被人行政拘留10天 阿sir 上腦了 更加說一件恐怖事件 有位新郎哥 在新婚之夜之後 忘記了徐棍 不是吧 這就糟糕了 出現了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都 戴影的眼睛都試過 眼睛很辛苦 甚至有機會發 這位山東濟南市的新郎哥 因為 忘記了徐棍 一夜之後 他的眼 突然之間瞎了 嚇到他 去醫院求診 醫生發現之後 他的眼睛幾乎已經 變成 雅白色 整個黑眼球已經被細菌感染了 最後 需要 做角膜移植手術才能保住眼球 非常之恐怖 由於他掛著 新婚之夜 很開心 但是開心之餘 你也要 留意一下 眼睛 為什麼這麼清楚 忘記了 除了 結果 角膜嚴重感染 就搞到這樣了 真是 現在市面上 非常關注 這個口罩 有些什麼 厲害的東西 他 做過這樣的寄的東西出來 根據 媒體報導 以嶺藥業 申請了含有蓮花清溫 提取物 的 紡織品 這個叫專利 內地天眼顯示 這個 授權的 責要說明介紹 這項 發明 可以廣泛應用到在皮膚接觸的衣物 家用的紡織品 或者醫用的 防護品 連底衫、底褲、口罩、襪、手套、圍巾 都可以 可不可以 真是百毒不侵 穿完之後 根據 內文顯示 他做出來的衣服 衣服品 可以 慢慢發出 蓮花清溫的 中藥成分 有利我們人 在生活當中 提供免疫力 並說到有很明顯的 防禦效果 如果是這樣的 很多網民就說 是不是以後不用噴酒精呢 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 看看這幾招能不能 內地放寬 很多人都關心 是不是很快通關呢 看看香港的專家 又如何分析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 拜拜